新冠肺炎疫情延烧为了杜绝飞沫传染的风险 昨阴龙华市场在用餐区就加装了透明隔板 座位对角线、外带美食和排队都要保持一公尺的社交距离 而不为了防范的工作把防疫工作做到最好 希望透过全面性的防疫工作缓和疫情对摊伤的冲击 防疫当前外出用餐难免担心和不认识的人病着 不过来到高雄龙华公有市场就没这个问题 本来四人坐的桌椅得对角线坐 中间加装透明隔板有效阻隔 飞沫传播 超过一个人座位的高度的距离 呈对角型的座位 这样大概就相隔了差不多1.5公尺了 这样防疫期间来消费的人可以更放心 压克力隔板让用餐多一层保障 散后外带美食地上贴着红色招带 提醒排队民众得遵守户外一公尺社交距离 可以啊 不错啊 这样比较好保持距离 不受疫情影响热腾腾的线包饭团 依旧吸引民众大排长龙 这期观察防疫措施也很到位 不但提供酒精消毒付费找钱得自己来 这样也比较好啊 他们在用东西至少不会碰到钱 也比较卫生 对 这样蛮卫生的 那会不会怕找错 是 呃 自己找吗 会啊 有时候会怕找错 对 就先算好 对 那就再跟他确认一次这样 跳脱传统市场给人环境卫生 没那么好的印象 龙华工友市场许多熟食团份 采用玻璃罩 肉品摊商则透过农委会辅导 增添冷藏设备 果然来客量大有收获 那来客数相对性会比较多 因为毕竟这个市场其实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我们身先就只有这两条 所以卖猪肉就只有我们跟后面那个阿姨 那相对性大家就会有所比较啊 那年轻人他就会比较挑这一边 疫情严峻 传统市场摊贩全都戴上口罩 中央地方用心补导 百变习惯 硬体也得跟着升级 卫生安全看得见 记者李嘉隆罗绍军 购送报道